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 怎么样用CP这个终端命令来复制一个目录 那首先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 同学们 我们之前学习过的RM这个终端命令 是不是可以删除一个文件或者目录 对吧 那现在老师问大家 同学们 如果要用RM删除一个目录 应该增加一个什么选项 哎 非常好 应该使用-R这个选项 RM并不能直接删除目录 如果要删除目录 必须带一个-R的选项 对吧 那现在来看一下CP这个终端命令 同学们 CP这个命令 并不能直接复制目录 如果想要复制目录 同样需要带一个-R的选项 那现在让我们切换到乌版图 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老师在桌面上 敲一个Tree 然后回车 看一下当前桌面文件下 下面的文件目录结构 现在老师提一个需求啊 把A这个文件件 复制到桌面的Test文件件里面 那现在让我们按照之前学习过的CP命令的格式啊 首先敲一个CP 然后空格 敲一个原文件 现在我们要复制的原文件 是不是A这个文件件 对吧 再敲一个目标文件 老师敲一个TEST回车 大家看终端提示我们略过了目录A 是不是就表明不能直接用CP这个终端命令来复制一个目录 如果想要复制目录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CP 然后空格-R -R就表示我们要复制的是一个目录 现在老师敲一个A 空格TEST回车 大家看在老师回车的一瞬间 桌面上是不是多了一个Test文件夹 那现在如果我们再敲一个Tree 来看一下目录结构 回车 大家看啊 桌面上多了一个TEST文件夹 同时呢 TEST文件夹下面 是不是同样有BC两个目录 这个目录结构以及文件内容 是不是跟上面A文件夹中 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哎 这个就是使用CP这个终端命令 来复制目录 那现在老师再给同学们做一遍啊 首先老师用RM-R 把刚刚我们复制的TEST文件夹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再用CP空格-R 然后先输入原文件夹 再输入目标文件夹 输入之后回车 现在我们再用Tree来查看一下 回车 大家看整个目录是不是就复制出来了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就给同学们介绍了一下 怎么样用CP这个终端命令 来复制目录 要复制目录 我们同样需要带一个-R的选项 这个选项跟使用RM命令 删除目录的选项是完全一样的 那现在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 好 然后再来一遍